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web3,我是靳远 每两个礼拜呢,我们的podcast节目都会选一则有趣又是值得关注的新闻 然后来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挖矿 就其实前两个礼拜,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呢 我的设计师就突然问我说 就是还有人在挖矿吗,什么是挖矿 那我就跟他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挖矿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很疑惑说 到底为什么在家里好像足几个电脑这样子插电 然后就可以赚钱,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我们的记者园庭会跟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挖矿 那是为什么这个礼拜会来聊挖矿呢 就不知道各位最近在可能社群上面或是一些这个币圈的群组 也许会看到有人分享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矿机 就是三角形状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可能早期那个 大家如果用过MP4还是MP3 很像随身听的那一种大小的挖矿机 然后很多人分享的照片是他可能在一个美食街 然后插上他的行动电源就可以挖矿了 就这么小的一个矿机跟我们一般想象要组装好多台电脑 在充满一个房间的这种规模就是其实是差蛮多的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矿机就真的是可以挖到比特币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好奇 然后最近结束的未来商务展上这个做热透型矿机的厂商也有来摆摊 那我们原庭就有去跟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专访 就除了跟我们介绍说现在这个矿热透型矿机到底是怎么用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之外 也跟我们分享了现在挖矿的趋势 因为前两年其实挖矿应该算是蛮热 应该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2020 2021的时候 然后去年开始就稍微比较热的比较就是降温的一点点 那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请原庭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挖矿 挖矿其实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到底挖的是什么矿 但其实他就是在区块链这个世界里面 他透过电脑运算来决定谁要来验证跟记录这个区块链上面的交易跟节点 然后负责记录的这个人就叫做矿工 他因为他帮忙做了这件事情嘛 所以他就可以获得比特币 或是你在挖的那个币种当作奖励 那他整个运作模式其实就是用电脑的设备来做一个很复杂的运算 或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猜数字的游戏 就是要去解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题这样子 对像之前我们的同事就有问说 那我数学很烂怎么办 没有不是你算得出来 电脑算不是你算 对对就是很难人类算不出来那种数学题 所以你当然是电脑越好越强越算力越好 他算得越快嘛 那你第一个答对的就可以得到这个区块的记账权 那只有那个人可以得到区块奖励 也就是比特币 那现在比特币区块网路你只要当这个交易验证者 你挖到一个区块可以获得大概六颗多的比特币 6.25颗 对 现在算起来 那今天录音的时候大概是六月底 这个价格换算应该台币是五百多万的一个价值 对就是还蛮不少的 那2021年那时候就是全球都有一个挖矿热潮 就是如果你有是组电脑或是你有在玩游戏的人 你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买不到显卡 超夸张 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打电动 我就想要组电脑 那时候显卡超级贵 就是大家都拿去挖矿的 对大家都拿去挖矿 然后除非你是要组一整台电脑的那一种 它才会卖给你 要不然你是买不到单张显卡的 然后那时候NVIDIA我记得是3060左右 超级贵 美金吗 没有3060是那个显卡的型号 那一张要多少钱啊 我记得我看一下 它以前其实没有那么贵 就是可能很久很久以前 挖矿潮以前大概一万多块就买得到 然后在挖矿潮的时候直接就是三万块 喊到三万块 然后你可能还买不到 就没有货啦 大家都想要 那挖矿潮其实比较趋缓下来 应该是2021年底的 就2022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太坊 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2.0的升级 所以它本来的这个验证的机制 从本来的这个工作量证明 然后变成是权益证明的共识机制 所以到底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工作量证明 它的英文叫做Proof of Work 所以就是你做越多 你拿到越多嘛 做越多的事就有越多的奖励 所以工作量证明 其实就是大家在挖矿这件事 应该是说挖矿是基于工作量证明 所以才可以挖 所以我要投入很多的这个算力 跟这个心力在里面 那我就可以拿到相对等的奖励 对 可是因为挖矿就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它很不环保 浪费能源什么的 因为你想嘛 它只有最快挖到的那个人 可以拿到比特币 可是所有人全球 大家都要抢这个 就等于所有人都在解这一题 然后只有一个人拿到 那其他人的能源都是浪费 浪费掉的 所以大家还是同时间 地球上有这么多人 开的那些电脑在算 对 所以后来就觉得 那个以太坊 他们就觉得说 不行 他们就改成权益证明 Proof of stake 所以他们后来就变成你放 你只要钱放在这边越多 你就可以协助验证节点 所以就后来变成 就是要把钱 就是职压在这个链上面这样子 就是就很像很多的银行 就是你要变成这个 比较高阶的客户 你就要存够多的钱在里面 那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福利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概念 对对对 所以后来本来以前是 你要买电脑挖矿嘛 现在就是你可能 只要在以太坊上面做 职压就是staking 你放32颗以太币进去 然后放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拿到钱 有点像生利息那种感觉 那就很划算 你不用付电费挖矿什么的 也不用再去抢显卡 对 但你要有32颗 也是蛮多啦 现在一颗 今天的价格应该是1800多台币 美金 换算下来大概台币5万多块 所以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那最近我们又重新又看到了 就是挖矿这件事情 是因为就前一阵子 我们都在一些群组里面看到 有人分享一张照片 那照片里面是一个 就是非常可爱 手掌型大小的矿机 那很多人就是 就会分享说 那他插着行动店员 在美食街用餐的时候 或者在车上 然后就是他随时随地都在挖矿 就是刚刚我们听袁婷分享说 以前挖矿好像要组很多的电脑 大家去抢这个解题记账的权利 那现在缩小到一台就是 手掌大小的矿机 那他真的可以挖矿吗 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产品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有去跟摊位的老板就聊了一下 他就说其实这个矿机 有点像是意外产生的 他们那时候是参加我们的未来商务展 结果他们明明就是矿机的厂商 结果分到绿色能源去 好冲突啊 对 那因为挖矿本身就是因为 超级耗费能源超不绿 被大家就是你知道骂 低频诟病 对 结果他被分到那边去 他就觉得玩得好像有点尴尬 所以他们本来是想说 那我们就用绿色发电 或是人力发电 他就放一个脚踏车 然后让人去踩发电 然后挖矿 可是人踩就是产生的电超少 就是一般的 燃烧的脂肪跟产生的电都很少 对 所以他那个一大台矿机 你根本踩不动 他没有办法供应矿机真的挖矿 所以他们就做一台迷你矿机 就是他是说那个迷你矿机 一个月大概电费只要五块钱 所以他做的迷你矿机 是为了要配合他想要用脚踏车 发电这件事情 让他的这个比较能源比较对等 对 但是我们去想就知道 如果一个矿机 他可能需要这么多电 他才能挖得到矿 那你就是靠人类踩的这个电流 基本上算力就是超小 他只是一个有点像是有趣的矿机 有趣就有点像是 我们刚开录之前在形容 他很像是挖矿界的招财猫 对对对 他比较像是一个吉祥物的感觉 如果你真的要靠他挖到矿 其实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应该有 受访者有分享说这个几率是多少 他其实比较像是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买乐透这样子的感觉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个矿机 虽然他算力很小 大家就觉得 那他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可是他出乎意料超级受欢迎 而且特别是那种圈外人 就是很多路人来逛展 因为他就很可爱 对很可爱 然后他有一个萤幕 就是蛮多人对于这个产品 反而比一般的矿机更 更有吸引力 更好奇 因为一般的矿机可能你也不便于吸带 或是你也看不太懂 因为他就是很复杂的装置 可是因为这个就是 他就像是一个消费性电子产品 一样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然后其实这个乐透型矿机 它的挖矿的模式也跟我们一般 可能在家里组矿机的挖矿模式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一般的挖矿模式应该是 大家的这个电脑算力在同一个矿池里面去挖嘛 那你可能就根据你的这个算力去分配你的 可以拿到的加密货币有多少 但是这个乐透型挖矿机 它的模式是solo mining 就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挖矿模式 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个矿机就是超小 它算力超差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用一个矿机思维去算的话 它的中奖几率是上千兆分之一 你基本上就是不会中啊 你挖不到东西 你挖个什么上一年都挖不到 但是因为它用的是solo mining的挖矿模式 像刚刚静远有讲到 就是一般挖矿你会在一个矿池嘛 那你就是做多少赚多少 有点像是在打工 就是你付了多少时间付了多少算力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钱 对 但solo mining就是你直接对这个区块链解键 你不是在这个矿池里面 所以你要嘛就是你直接挖到一整颗 要不然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月付五块钱的电费 就是有一个参与感 就是好玩啊 挖矿哦这样 可是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 你挖到的话 因为你没有在矿池里 你就是一人独得 整个区块的奖励 一人独得6.25颗比特币 然后因为区块链 他就是每10分钟会结算一次 就等于说你10分钟就会开讲说 诶你有没有挖到 10分钟有没有挖到 这样子 就是他们就是说 有点像是在买热头的感觉 虽然那个机率不一样 但是心情 你说超几兆分之一 对 而且也不是说真的不可能啦 因为这几年还是有 每年大概一两个人会挖到 就是靠solo mining挖到 就独得 对 所以就是他们就用这个卖点 结果就意外的很受欢迎 说不定真的 我蛮好奇这个产品 卖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人 真的是独得整个区块 原厅自己会想要买一台吗 我那时候超心动 超想买的 但是又觉得 可是2500我要买吗 就是 就它也不是很贵 但是也不是说很便宜 对 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 矿机基本上就是你知道 很像大石头放在那里 它就是一直放热气很吵 但是因为它很安静又很小 你可以随身携带 重点是上面有一个萤幕 然后那个老板那时候就跟我说 你看到这个框框了吗 它现在是零 哪天你看到它跳到一的时候 就代表你挖到了 就哇 好期待 好想要看到它跳成一 所以就是那个萤幕 就是给大家一个希望啦 对对对 视觉化可以看到 不然一般的矿机根本也 不知道现在到底有什么状况 对 因为它就是连手机 你就随时可以看到 它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嘛 就是原厅在报道里面有写到 就是那个矿机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萤幕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QR Code 那你用手机去扫的话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面 去输入你的这个比特币钱包的地址 然后你就接上 可能是行动电源啊 或者是你车上的车充 就可以开始挖矿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自己发电 所以你还是要再做一个外接电源 但是那个老板说 因为很受欢迎 他们之后想要开发 就是电池版 或者是无线充电版 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 因为在那个展会上 就是蛮多讨论的 然后很多同事就是也 很好奇说 那要不要开一团 团购买一台这样 好 所以其实这个乐透型矿机 它其实就是 是一个比较好玩 比较噱头的一个 一个创意啦 对 那它并不是真的是一个什么 很突破性的新产品 它就是一个重新设计 然后把矿金缩小 迷你化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对 那因为去年 去年底的这个 以太坊2.0升级之后 也让就是挖矿的这个热潮 稍微比较冷 冷却下来一点点 所以想问一下原因说 那这个冷却下来 是只有限于挖以太币吗 还是说其他的币种 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应该是说以太币当时是挖矿的最大总 大家挖大概百分之绝大多数 都是挖以太币 但是因为比特币现在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已经百分之九十已经挖完了 大家剩下就是剩一点点 因为比特币是限量的嘛 它的总量只有两千一百万颗 那可是以太币就比较没有这个 没有总量发行总量的限制 所以现在主要还是有人在挖矿 可是因为你挖到的那个成本 因为你要付出的那个设备费 或者是你的电费蛮高的 然后如果你去挖一些小币 他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出费 还是有人挖那些小币 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说 他以后可能会赚 或者是他有自己的需求或信仰 那主要现在在挖的 还是比特币跟莱特币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重点还是说 投入的成本跟拿回来面 拿回来的收益是不是有成正比 那看起来以前在这个 以太坊2.0之前是有负荷的 那现在的话 其他的币总好像就比较 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挖矿的人都比较少了 所以我记得圆庭在采访的过程里面 在报道里面有写到说 其实外面有很多的矿场 都慢慢的关起来对不对 因为大家会挖 其实都是想要赚钱嘛 但是那个时候你挖以太 基本上你随便挖随便赚 因为台湾电费其实也不算 国际上比起来不是特别贵 对 但是现在可能你挖的币比较小 你赚到就比较少 可是你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你可能去以太坊值 因为其实你不用真的丢32颗 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 去赚到利息 那可能都比你付出的这个电费 跟设备的钱还要赚 对就更好赚到这个利息费 所以应该说现在的挖矿市场 就是那些投机客就没了 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大型的机构 类型的在挖 对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需求 或是我就是喜欢比特币 我有比特币信仰 我就是坚持挖下去 这样 对的确是大型的机构 现在挖的是比较多 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前面一直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耗能源耗电的事情 所以不环保这件事情 也是过去几年 大家在挖矿这个议题上面 比较多批评就会在这个地方 但是其实今年以来有蛮多这种 绿能挖矿的消息跟做法 大家在新闻上面也都有看到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做减碳 净零碳排这件事情 那当然在挖矿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也要尽量朝这个大的方向去靠楼 那最近比较大的新闻 应该是全球的这个最大的稳定币 USDT的发行商Tazer 他们就有宣布说 他们要在南美洲的国家乌拉圭 他们投资了一个这个再生能源的 这个业务这样子 他们要用再生能源自己挖比特币 那蛮特别的 他们在乌拉圭那边应该主要是用风 风力 就是一些比较太阳风水 这种绿色的再生能源去挖 而不是可能火力 就更污染环境这样子 用自然的能源去投入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直接为了要达到环保这件事情 他们就直接就投入了一个再生能源的事业 然后来做挖矿这件事情 那除了USDT之外 那在前一阵子的话 星恒上面讨论比较多的是 就是有这个世界最幸福国度支撑的国家 布丹他们也在做环保的这种挖矿 但是他们还蛮低调的 是这个富比市他们的一个报道 大家才知道说 哦他们已经就是一直投入这个挖矿很久了 其实很多这种像是布丹 或者是乌拉圭或是非洲 他们都有很多用再生能源挖矿的案例 因为其实这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你挖矿对当地的经济来说会刺激嘛 就是会让他们赚到钱 然后再来就是你投资再生能源 它对当地的基础建设也有一定的帮助 譬如说像非洲好了 它可能就是基础建设很不好 但是能源基础 能源这一块的基础建设 但是你帮它做了一个水力发电 然后它就有电 然后它也有水 你就可以把它供应当地村落的一些基础 名声 然后你有电有水 就会有工作 就会有 因为你有一个矿场 就会有需要员工 或是有警卫 就创造就业的机会 对对对 所以对当地来说是一个好的发展跟刺激 然后除了这类就是用再生能源的国家以外 有一些也是 因为挖矿 传统的挖矿 它就是很吵 有很多热废气 就大家就觉得很 不想要当矿场的邻居 就是它就是嫌恶设施 对 但是像譬如说挪威好了 挪威是一个很北方 很冷 对冬天下雪又很冷 然后他们就是森林很多 那边就是空矿无人 就很适合挖矿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矿场的业者 他就用挖矿的热废气来烘干木材 因为那个木头 他们下雪就是很难干 但是热废气就让这个木材可以很快的就干燥 可以让伐木工更快的把这些木头卖出去 就不用另外再花其他的能源去做这个烘干 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或是像河南他们也有在跟农民合作 比如说把矿机架设在温室里 然后一样也是用热废气来让温室可以保持温暖 就不用再用什么加热气天然气去让温室温暖 对农民来说 我就省钱 然后对矿工来说 因为这些温室他可能本来就已经有一些低热瓦斯的设备 他也不用再另外花钱去建构这些东西 就两方来说都是win-win 对所以就很多这种利用合作的关系 所以就是其实挖矿现在也某种程度也是洗刷之前的恶民 就是他也是可以跟环保跟绿能沾上边 对就是大家想要用这些东西来不要这么残害地球 然后有些发挥一些正面的效果这样 我自己觉得其实刚刚前面提到的布 他们蛮聪明的 就是在那个富比士的报道里面有提到说 他们其实在币价 比特币的币价5000美元的时候就进场了 现在5000美元 那现在我们录音了之后六月底 现在大概是三万三万一三万美元左右 你就大概知道说那个有多巨大的差别 那布丹他们也是把挖矿的这些收益 持续在投入他们的电力啊挖矿的设备 就是大家都是走一个这种就是循环的模式这样 就善的循环 这样自己国家可以越来越 所以感觉是其实是两个层面 就是说挖矿的设备跟能源的使用 这个就是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也改善了 然后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以太坊的这个升级 它的这个机制的升级 也让就是挖矿这件事情不再变得是这么大的一部分 就是方式的改变 你一样是可以完成就是满足计算跟计账这件事情 但是又不会让大家一窝蜂的投入这么多 能源的浪费这样 好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很幸运挖到一个区块的话 那应该会需要一个冷钱包 来存你的比特币 毕竟是对现在一个比特币要三万块美金 你好好的存放它才不会被嗨客偷走 所以今天最后呢也想要来宣传一下我们 Web3 Plus跟冷钱包的业者 那个Cool Wallet 然后还有这个区块链也是做钱包的业者 这个Crypto Go 我们合作的一个线上的心理测验的游戏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上面找到这个连结 那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只要填写这个心理测验 之后呢 就是在7月15号我们会抽五个这个Cool Wallet的钱包 那大家如果说有买到这个乐透型矿机 有挖到一个区块的比特币 你有6.25颗比特币的话 那就是也非常适合可以储存在Cool Wallet里面 好好保存你的虚拟资产的安全 嗯 袁婷有冷钱包吗 我没有 我也很想抽到 我可以抽吗 可以啊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挖到区块 一个区块跟抽到冷钱包 好 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的介绍 对于挖矿还有最近蛮红的这个乐透型矿机 有更多的了解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快转web3 最后也邀请大家可以来追踪我们的社群呢 我们现在除了有LINE的官方照好 我们每天会推播当天最重要的新闻之外 我们也有在Instagram上面经营非常多好看的图解 然后还有每天更新的限动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图片 可以去更轻松更容易的看到一些 就是可能比较复杂的新闻事件 那当然我们最近也开了我们新的这个Telegram的账号 大家如果有在用Telegram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 还有Twitter哦 还有Twitter 对 不要忘记还有Twitter 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 我们会每天都会定期的更新新闻还有图件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我们就两周后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